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说着,你小子真麻烦 再不换,我就帮你换了 说着,他还大步地走近 做事要脱他的衣服 然,未等他靠近 凤酒便扯开嗓子大喊着 啊,费里啊 房门猛然间被推开 外面的几名修士皆探了身子进来 一见房中情况,不由瞪了瞪眼 谁非理谁 其中一人盯着房中两人看了一眼后 贼兮兮地笑着,盯着那金丹修士道 灰狼,想不到你还有这嗜好呀 滚 那金丹修士脸色黑沉,瞪着凤酒吩咐着 来两个人,把这小子的衣服给我脱了 听到这话,凤酒目光一眯,眼中掠过一抹寒光 唇边也展开了一抹笑意 脱我衣服?你上来试试 你小子,以为我不敢 灰狼跨步上前,伸手就要去扯他的衣服 凤酒也没跟他客气 看着他跨过上前,当即出手 借力打力地将他摔了出去 同时,手指一动,犯着寒光的银针 以着眼耳不及的速度刺入他的腰腹间的穴位 冷不防被他摔倒在地,灰狼火气也上来了 一手拧拳,正欲动用灵力气息 就听一个灵力的声音传来 住手,主子 众人见识严主,纷纷低头行礼着 严主皱着眉走了进来 冰冷的目光扫了两人一眼,沉着声音问 怎么回事 我要换衣服,他不出去 非要盯着我看,他要脱我衣服 这话被他这么一说 众人很自然地想歪了 一个个盯着脸色上红的灰狼 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 主子,事情不是那样的 灰狼急急地说着 那是哪样 凤酒双手还凶,洗腻了他一眼 你敢说,你没要盯着我换衣服 你敢说,你没想脱我衣服 你 你什么你,虽然本公子容颜是毁了 不过,眼光也是很挑剔的 就你这喜一般似的身板 还有只小白脸般的模样 还真入不了本公子的眼 他满脸的鄙夷,说话轻飘飘的 可说出来的话却让房中众人瞬间一静 一个个跟盯着怪物般的盯着他看着 就连那灰狼也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惊恶之色 眼主嘴角微不可查地抽搐着 他看着少年那里一只气壮 毫不羞耻的神情 不由地别开了眼 转身走了出去 你赶紧将衣服换了 灰狼恶狠狠地丢下话后 也迅速转身离开 其他人见了 一个个心急地打量着凤九 心下很是惊讶 还真看不出这少年竟有断袖之痞 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开 凤九上前关上了房门 这才忍峻不住地露出一抹笑意来 他看了看手中的灰衣 拿到里面迅速换上后走了出来 跟着来 灰狼恰恶地看了凤九一眼 走在前面带路着 凤九扫了外面一眼 至于几名修士的那里 至于那个严主已经不见踪影了 他的目光落在前面那灰狼的身上 眼中极快地闪过一抹幽光 扯了扯嘴角 闲闲地跟在后面走着 直到来到一处七层高的楼院前 扑鼻的浓郁药箱 掺杂着各种的药味 长大的院子中 有着不少人在忙碌着 有的在晒药 有的在炎药 有的在将药物归类 每个人的分工都不同 而且 这些人似乎已经习惯了 每隔一段时间会有新人进来 因此 对于来了一个毁荣少年 不少人只是在忙碌中抬头看了一眼 便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 更有人连看也没朝这边看来一眼 林老 这小子交给你了 灰狼喊了一声 丢下人后便走了 看也没看凤九一眼 这时 从楼中走出一名轻衣老者 来到凤九的面前 上下打亮了一眼后 问 你叫什么名字 凤九咧嘴一笑 冷声道 鬼鬼 鬼鬼 老者愣了一下 皱了皱眉道 你都会什么 说一下 我好给你安排工作 凤九没回答他的话 而是问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们都在这里做什么 不该问的不要问 否则会死得很快 文言 他挑了下眉 想了想 那安排个打砸的给我就好了 打打下手 我还是会的 说话姐 目光往楼中望去 见一楼里面 似乎也有不少人 那里面是调药的 出来的人 都在这外院打杂 你就先去那边 将药材归类吧 老者示意着 便转身回到一楼中 凤九朝里面 看了一眼后 走到那边药材处 一边将药材归类 一边打量着这周围 哎 你是怎么进来的 旁边的少年 压低着声音问着 凤九看了他一眼 随手将一样药材归好 道 被抓进来的 抓进来 你难道是要尸吗 少年有些诧异地问着 怎么这么说 凤九挑了挑眉 那少年看了里面一眼 压低声音道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人被抓进来 不过 抓进来的都是钥匙 那 全在楼中 我们这外面的 顶多只能算药徒 打打杂 都在里面 你又怎么知道 对方都是钥匙 那还不是因为上回 有个男子 一直在吵闹 我们才知道的 哦 他点了点头 没再问其他 心下则在私存着 这研店弄了 这么个药楼在这里 又抓了这么些个 药师回来 到底想研究什么 另一边 主院书房 主子 其他人 已经在大堂等候了 灰狼恭敬地禀报着 坐在书桌前 处理事物的严主 看了灰狼一眼 问 把他安排好了 听到这话 灰狼不由抬头 朝他看去 碰触到他冷冽 威严的目光 连忙低下头 硬着 是 属下把那小子 带到药楼 交给了领老 严主停下手中的笔 强大的威压 弥漫而出 低沉的声音 带着冷冽的道 他的令药本是不低 黑市近几个月的 那些药剂 都是出自于他的手 这一点 本君似乎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感觉到他身上的威压袭来 整个房中的气息冷了几分 灰狼心下一惊 单膝跪了下去 主子息怒 属下 属下只是想让那小子吃点苦 属下马上去将他调入楼中 他原本想 主子只说带去药楼 并没点名入楼中 所以他才想钻个空子 错一错那小子的锐气 可不曾想 主子竟会过问 你跟在本军身边也有些年透了 应该很清楚 本军最不惜耍小手段的人 若是再有下次 你就回黑玉再训练 听到那森冷而冰寒的声音传来 灰狼精的冷汗直冒 是 属下一定谨记 不会再烦 黑玉 那可真真是一个地狱啊 他可不想再回到那里去 严主将一身的威压收回 身体往后靠去 深邃的目光 扫了跪在地上的灰狼一眼 顿了下 这才到 那少年 确实有些滑头 进药楼 就还几天吧 是 灰狼应着 大气也不敢喘一声 待到夜色降临 凤九跟着他们 来到休息的院子时 看到那一大牌的大长徒 不由傻了眼 这 这晚上 就睡这 老天 不会吧 让他跟一大群大老爷们睡一起 估计 让他老爹和老爷子知道 得急得跳脚 要不然 你以为有独立房间不成 旁边一名大汉 逆了他一眼 一边脱着衣服 一边道 能有你睡的 就不错了 看着房中的十几二十人 有的脱衣服 有的脱鞋子 有的干脆赤脂上身 老头就睡的样子 凤九皱了皱眉 转身走了出去 开玩笑 让他搁这儿睡 他才不睡 出了那通铺的房间 他在院中看了看 见院外有护卫守着 出不去 于是 目光一转 视线露在院中的那棵大树上 眼睛一亮 有了 第三十九集 守着院子的黑衣护卫 听见身后的动静 回头一看 就近的少年 正手脚并用地 往树上爬去 其中一人喝着 你干什么 下来 凤九瞥了两人一眼 道 你们站你们的岗 少管闲事 你 那名黑衣护卫 正与上前 就被旁边的人拉住了 那小子 邪门得很 你别去管他 反正 又没出去乱跑 随他去 那名黑衣护卫 见凤九在树上 找了个位置 倚着睡 不由骂了一声 凤九好好的床不睡 跑树上去睡 我看这小子 是有病 凤九懒得去了 他们 被带到这里来 他就没好好休息过 虽然这外面 有些凉 但也比里面 那十几二十人 挤着睡好 在院中混了两天 也大概摸清了 药楼的规矩 只有药师可入楼 而品阶越高 越能调配出 更有价值的 药物的药师 在岩殿中的地位 待遇也会越好 而且 虽然不少人 是被抓来的 但因待遇的关系 他们便也 歇了离开的心思 一心留在药楼当中 据说 在这里 只要调配出 比较有价值的药物 除了应有的奖励之外 还可以到美人楼中 找个美人风流快活一夜 而只要是真心归顺于 岩殿的 每隔段时间 还可以准许归家 至于这美人楼 据说 是岩殿培养起来 当信息网的 岩殿在各地 都有美人楼 类似于青楼 美人楼里的美人 是从各地搜集回来的 个个的拥有 玲珑妖娆的身段 绝美妖艳的容颜 就是连那些 老古版的药师 进去一回 也会沉醉在美人的 温柔箱里 无法自拔 他第一次对着 岩殿的主子 感到好奇 到底那岩主 是个怎么样的人 想什么呢 一个低沉而带着 磁性的声音 突然间在耳边响起 这让处于神游状态的他 想也没想的 便应着 在想 岩主到底是 怎样的一个男人呢 他的话一出 守着药楼暗处的影位 嘴角一抽 感情这小子 大白天的 是在笑想他们主子 这胆子也够肥的 院中朦胞的声音 骤然一静 皆怪异的 朝他看了一眼 目光落在他身边 那男人的身上时 众人连忙收回视线 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 嗯 凤九回过神来 看着身边 站着的男人时 眼睛一亮 理着嘴 善善地笑了起来 原来是严主呀 那个 几日不见 你好像又帅了不少 严主深邃的目光 落在他那张布满巴痕的脸上 看着他扬起的笑容 带着几分没心没肺 眸光飞闪了下 沉盛道 跟本军进来 继而 复着手 脉步往楼中走去 剑撞 凤九快步的跟上 迈开步子时 眼角瞥见后面的灰狼神色的憔悴 不由愉快地勾起了唇角 扬起了笑容 而后面的灰狼 似乎没听见凤九的话一般 他的神情有些恍惚 眼中藏着焦虑 眼下乌黑一片 脸色有些难看 见主子进了楼中 他便也跟了上去 想着 虽然难启齿 但也得找个机会 找药楼中的医者问下 他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里面是药剂师调药的地方 二楼还有一层 至于三楼 是一些药剂方面的书籍 四楼五楼摆放的是药材 六楼和七楼是一些成品药剂 眼主一边走着 低沉的商影一边传出 他带着凤九来到里面的一间房中 道 本君让人努了你来 是要借助你炼药的天赋 研究出一种可压制寒毒的药 只要你能研制出来 本君可保你平安回去 寒毒 听到这话 他有些诧异 脑海里想到的是那林大叔身上的千年寒毒 可怎么这盐主 也想要治寒毒的药 不错 这里的药剂师 除了一些是在研制寒毒解药的之外 还有一些是帮我们研店提炼药剂的 只要认真办事 本君不会亏待任何一人 但若是在这里面捣乱的 本君也绝不会轻饶 凤九瞅了他一眼后 道 这可不是那么好研制调配的 寒毒有很多种 而且症状也不同 若没把刀脉 或者检查过身体状况 哪个药师敢随便配药 他双手一弹 摇了摇头在桌边坐下 没把刀脉 没看到人 我可调配不了 严主盯着他好一会儿沉默着 不知在想着什么 站了起来道 那你就先在这里熟悉一下 等你的药剂品阶 能高于药楼的药剂师后 再说这个吧 见他要走 凤九联盟伸手一抓 揪住了他的衣袖 喊着 等等 严主皱着眉回头 目光落在他抓住 他衣袖的白膝小手上 目光微闪冷声喝着 放手 衣袖一扶 盘开了他的手 抽回了衣袍 凤九也不在意道 严主 你们抓我来 却连个睡觉的地方 都没给我准备个 让我跟人挤着大通铺 你们好意思吗 还有啊 我的旋律也被你封住了 你们这里警戒 又这么森严 还怕我跑了不成 也不用整天这样 让我连个院门也出不了吧 他瞥了他一眼 见他没拂袖离开 便继续道 你们请我来 既然是想让我调配药剂的 那也应该将我当贵宾接待着 你去打听打听 黑市的那些人 可将我当爷爷般供着 你说你们跟人一比 这待客之道也太差了吧 见他竟不怕死地跟严主说什么待客之道 一旁的林老和灰狼都不由地瞥了他一眼 觉得他太异想天开了 毕竟他可是接下囚 谈什么待客之道呢 然而 让他们最异想不到的竟是 严主对着小子的容忍度 竟一次次地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严主扫了那少年气呼呼的容颜以赢的身上 视线从他那恼羞的脸上往下一扫 视线停落在他腰身下的某一处 嘴角勾起了一抹微不可查的笑意 不用想 定是那少年的杰作 原来竟是不举 也难怪 这两天灰狼变得那样的憔悴与焦躁 是你 是你这小子 对不对 灰狼瞪着凤九 拳头紧拧了起来 一身的杀气息出 可惜 凤九根本不惧他那杀人般的目光 反而抬起下巴 腻了他一眼 什么是我 你不举关我什么事 你别忘了 我可是大名鼎鼎的诡异 若是连你这点小毛病 也看不出来 也太砸我诡异的招牌了 魂爷 灰狼憋了一肚子的火 看着周围众人那投来的异样目光 他只觉脸都丢尽了 可偏偏还不能拿那个人怎么样 嗯 严主咳了一声 道 既然布局 就得治 楼中医者要是不少 找他们看看 说着 便迈步往外走了出去 凤九笑盈盈的看了那灰狼一眼 也跟着走了出去 来到外面 却见了严主站在院外 于是他走上前去 笑问 严主 你该不会再等我吧 他转过身来 看着这个只到他胸前的少年 沉着声音道 这里是盐店 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凡事不要太过了 否则 本君会代为收拾 看着他丢下警告的话语后就离开 凤九撇了撇嘴 说到底 直接说他糊短 不就成了 不过 他倒也觉得奇怪 这严主 怎么看 也不是好脾气 好相处的人 可为何会处处对他让步 由着他胡闹 其实 他并不知道的是 因为严主 以这灵大叔的身份 跟他接触过 在他眼里 凤九只是个 刁钻古怪的少年 而偏偏 这少年与他 又有些自来熟 那一生生的灵大叔 虽然叫得他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太老了 但不可否认 他对这少年 生不出恶意 有了严主的吩咐 凤九在盐店中 只要不要近地 其他的地方 都可以自由地走动 因此 不用半天的时间 他便将这里 里里外外都摸了个青 其中 有不少地方设下了阵法 他并没有过去涉足 不过 倒是让他发现了个好地方 后山那里的一处温泉 据说 是严主的私人领地 不让旁人进去 他也只在外面看了下 便走 因为那里也设了阵法 转了一圈后 他再度回到药楼 来到三楼和四楼收藏药材的地方 转了转 顿时就挪不开脚了 他让黑市帮忙找到灵药 怎么也没能找齐 却不想 这药楼里却是什么都有 当下 他兴奋地捡了些灵药 就打算调治些去疤痕的药膏 跟着他上来的灵老 见他挑了十几位灵药 在篮子里准备带下楼去 忽悠开口问着 你拿那些做什么 那些可都是珍贵的灵药 每一药都价值千金 听到这话 凤酒一脸的正色 看着林姥姥 这个当然是做药剂用的 严主说 要调配治寒毒的解药 我得带这些药回去 研究研究 文言 林姥有些疑惑 可这些药的药性 并不适合当寒毒的解药啊 林老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但凡是药 都有相生相克之用 虽然我目前 还没能调配出来 但我带回去研究 是不会有错的 他一本正经地说着 端的是一副 正义凛然的姿态 把林老虎的一正一愣的 那还需要其他东西吗 药楼里有药具之类的东西 你如果需要 就来找我 听到这话 他笑眯了一双 流光溢彩的眼睛 林老 你真是个大好人 你放心 我要不够 还会再来的 药具什么的 自然少不了 得找你 走吧走吧 你带我去挑一些回去用 他一副割凉好的姿态 拍了拍林老的肩膀 与他一同往楼下而去 当晚 凤九就在他的独立小院里 调制着去疤痕的药膏 而在另一边 主院那边 林老正将今日凤九 从药楼里的那些药材 都跟严主禀报着 莫了又道 只是属下觉得奇怪 那些药的药性 都不是致寒毒可用的 但那鬼鬼却说 那些药可用 鬼鬼 严主瞥了林老一眼 声音的尾音尾条 林老愣了一下 暗存 怎么主子好像没抓着重点 他在禀报那些珍贵的药材 被少年拿去 主子听了半声 也没吭一声 倒是在听到这少年的名字后 有了反应 当下不敢再想 只得恭敬道 是的 那少年他说 叫他鬼鬼就好 下去吧 严主一扶手 示意他退下 主子 那些药 他药就给他 是 听到这话 林老不在言语 行了一礼后 退了出去 坐了一会儿 喝了两杯酒后 他站起身 脉布就往外走去 原本是在外散着布的 只是 不知不觉间 竟走到了那少年的院子外 看着那房间的灯还亮着 那倒映在窗纸上的身影 来回走动着 一时一动 他脉布走了进去 房中的凤九正心情愉悦地哼着小曲 一边对着镜子 往脸上抹着 刚研制出来的药膏 想到他的容颜 不用多久就可以恢复了 被抓到这里来的郁闷心情 总算得到了舒缓 拿本军的药 就为了弄这鬼东西 哇 突然间 从身后传来的声音 吓了他一跳 本能地跳了起来 转过身 看到了那不知何时进来的严主 正复着手 站在那里 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这样也能吓着 显然是亏心事 做太多了 他挑着眉 看着那一脸黑绿药膏的少年 凤九见识他 轻呼出口气 一手在胸口拍了拍 美好气得道 我说严主大人 你大晚上都不睡觉 跑我这里来干什么 你跑来就跑来吧 可跟着幽魂一样 无声无息地飘进来 又是闹哪样 吓唬人 也不是这样来的吧 见他 目光定定地盯着他看着 他下意识地低头往身上看了看 虽然穿着白色礼仪 但里面还竖着裹胸 胸部平平 没露馅了 怎么了 为什么那样盯着我 他不明所以地问着 而此时 严主心头微动着 他看着这张涂满黑绿膏药的脸 以及那双灵动脚侠的眼睛 心中恍然 原来是他 是那个九福林中的小丫头 是那个抱着他的大腿 喊完姐夫喊大叔的小丫头 而且 那次他寒毒发作 被人追杀 也是他救了他 想到这儿 他眼中划过一丝复杂 没想到 兜兜转转又碰到了他 而他又是女扮男装 还骗过了他 若不是看到他涂满 黑绿膏药的脸 和那双眼睛 他还真认不出他来 被他的目光 看得浑身不自在的凤酒 皱了皱眉 道 我说盐主 是大晚上的 你不回去睡觉 打算在这里 盯着我看 盐主深邃的目光 对过他 只穿着礼仪的胸口 渐平平的 不见半点起伏 但脑海中 却莫名地想到 那一日 在酒服林中 不小心碰到的柔软触感 一时间 耳朵微微泛红 转身当即大步地走了出去 切 莫名其妙 凤酒见他说也不说一声地 就走了 只觉着盐主的脾气 简直太古怪了 他跟上前 把门锁上后 又回到了镜子前 再抹了一层药膏 而后顶着那样涂满药膏的脸 睡觉去 岁日 当凤酒顶着一张涂着药膏的脸 来到药楼时 林老见了不由恶然地迎了上来 鬼鬼 你脸上抹的是什么 怎么不洗脸就出门呢 是药膏 不能洗 他咧着嘴笑着 道 林老 我要去四楼挑药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又挑药 你昨天拿走的那些 昨天那些调治失败了 拿 你看 为了不浪费 我都往我脸上抹了 他指了指自己脸上的药膏 笑眯着一双眼睛说着 这 林老无语 真不知怎么说他好 可想到严主对他的态度 以及严主的交代 不由叹了一声 道 哎 你要去拿药 就自己去拿 回去我去登记一下 就行了 我还有事要忙 就不跟你上去了 凤酒眼睛一亮 林老 看不出你竟这般信任我 你就不怕我糟蹋了那些 千金难求的药材 林老心下暗道 不是我不信任你 而是严主交代 由着你呢 也就严主才让你这样败家 目光落在他脸上 想到他昨天拿的那些个珍贵的灵药 全成了他脸上的药膏 顿时一阵肉疼 败家呀 真是败家 摇摇头 做自己的事去了 于是 凤酒又上了楼 拿了不少灵药回去 关在房里 倒弄个不停 直到傍晚 那脸色难看得灰狼 找上门来 而在另一边 主院那边 严主手里端着一杯茶 一直保持着 这个动作没变 也不知在想着什么 时而皱眉 时而又勾起唇角 露出一抹微不可查的笑意 那诡异的模样 看得厚在一旁的一鸣黑衣修饰 一阵提心吊胆 抿了口茶 才发觉茶凉了 他将手中的茶杯放下 问 影医 灰狼去哪了 灰主子 灰狼去找诡异看病 声音还没落下 就像原本坐着正准备倒茶的主子 脸色一变 戴上面具后 如旋风一般 往外掠去 看得他一阵恶然 第四十几 另一边 凤九看着那脸色难看的灰狼 站在门边 不由挑了下眉 双手还胸 下巴青阳地问 找我有事 我来治病 他强忍着想杀人的冲动 尽量地用平静的声音说着 只是那硬崩崩的声音 以及那一身的煞气 仍是泄露了他内心最真实的感觉 我虽然是诡异 但也不是什么人的病都治的 他闲闲地说着 脸上带着欠扁的皮笑 更何况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哪里用得着我治病呢 灰狼磨着牙 盯着眼前这欠扁的少年道 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哎 打住打住 他腻了他一眼道 你可别乱说呀 你自己想变成兔子爷 竟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真没道理 说着 他唇角微钩 上下打量着他 斜斜地笑着 其实 我看你现在也挺好的嘛 反正你也耗这口 现在硬不起来了 那就乖乖当下面那个不就得了 还费什么劲儿 治什么病呢 你 灰狼被他露骨的话 说得羞脑万分 却又拿他无可奈何 只能咬牙 问 你到底 要怎么样 才帮我治 看着急红眼的灰狼 他一脸的邪恶 道 男人嘛 也不是总能硬着的 软软才健康 知道不 见他憋着一口气 仗红了脸 他摸了摸下巴 一脸的恍然 啊 我知道了 没问题 你这病 就包在我身上 我包你满意 不过咱是不是得说说 治治病的报酬 见他松口 灰狼暗松了口气 问 你想要什么 我听林老说 有一回 你得了两颗鸡蛋大的 极品珍珠 那是主子赏我的 他瞪起了眼 那可是他的宝贝 闻言 他挑起了眉头 这么说 你还想永垂不朽 这话一出 灰狼顿时泄了气 恶狠狠地 瞪了眼前 这可恶的少年一眼 从手指上的 空间戒指中 取出两枚 鸡蛋大的 极品珍珠 递给他 拿好了 颠了颠 手中的两颗 极品珍珠 他笑眯了一双眼睛 转身往里走去 一边道 进来吧 脱了上衣 坐椅子上去 灰狼倒霉矫情 进去后 就把外衣脱了 而后在椅子上坐下 看不出吗 身材还不错 他目光 从他身上 那条里分明的肌肉上掠过 来到他的后面 取出银针 在他腰间穴位 扎了几针 好了 这 这就好了啊 他有些傻眼 才被扎了两下 就好了 怎么 不信 他念了他一眼 咧着嘴笑着 嘿嘿 不用急 你回去吧 明早起来 保证你会看到效果 此时的灰狼 并没看到 他脸上 那狡黠而邪恶的笑意 否则就不会那样轻易地相信他的话了 正当灰狼将信将疑地穿回上衣 记着腰带时 一抹身影突然走了进来 那灵力而射人的目光 如寒冰般落在他的身上 让他整个人仿佛被定住一般 不敢动弹半分 就连声音 也因对方冷力地射人微压 而有了一丝的惊慌与惨意 主 主子 严主的灵力而冰寒的目光 落在灰狼那系着腰带的手上 那目光 如同一把把冰冷射人的刀刃 直叫人心头发寒 你帮他治了 深邃的黑桶看不出情绪地 落在那一旁的凤九身上 那声音低沉而平稳 让人猜不出他心中所想 凤九眨了下眼睛 点了点头 治了 有些奇怪地看着他 觉得这两人似乎有些神经兮兮的 脱了衣服 他的目光又落回浑身僵硬的灰狼身上 那声音已经隐隐透着几分的危险气息 啊 脱了 凤九很老实地再点了点头 不脱衣服 怎么扎针呢 当然得脱衣服呀 这么说 也看了 那声音已经跟冰坠子一样 冷得让灰狼冷汗直冒 暗想着 难道他做了什么惹主子不开心的事情了 还是犯了什么禁忌了 当然 不看怎么扎针呢 他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尤其是感觉到整间屋子的温度瞬间冷了下来 身边仿佛有一股冷气呼啸着 甚是诡异 看着一脸不知所以的他 阎主心中窜起一股无名之火 他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一袍一扶 转身大步往外走去 同时 低沉的声音 透着冷力的危险的气息 带着怒气的传出 尹一把灰狼给本军丢到清风楼去 追着过来的尹一听到这话时 整个人呆住了 清清风楼 目光往里面望去 看到那同样呆住的灰狼将映着身体站在那里 一脸的无法置信 凤就愣了一下 看了看他们两人 见两人脸上都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 不由眨了眨眼睛 好奇地问 清风楼是什么地方 谁知 他不问还好 他这一问呢 灰狼整个人崩溃地冲了出去 主子 主子 属下不要去清风楼 主子 看着冲出去的灰狼 影衣回过神来 也联盟追了上去 若不执行主子的命令 只怕不仅仅是灰狼被丢去清风楼 他可能也会被连累 所以两个死不如一个死 他也只有对不住灰狼了 凤就站在门口处 听着灰狼那鬼哭狼嚎般的嚎叫声传来 不由皱了皱眉头 暗存 清风楼是什么地方 竟让灰狼闻之色变 不过 那严主到底是为何而来 又是为什么生着气走了 他喃喃地低语着 想不明白 索性不想 又回到房中 关上了房门 继续着未完的事情 次日他将调治出来的四品药剂交给林老师 看着他惊喜又激动的神情 不由笑嘻嘻地道 林老 跟你打听个事呗 哈哈哈哈 什么事啊 说吧说吧 林老宝贝试地将那药剂收了起来 打算等会儿拿去给主子看 清风楼是什么地方 他顺手拿了他桌上的一块糕点吃着 清风楼是小关管 你问这个干嘛 他昨天一整天待在药楼中 因此并不知灰狼被严主下令 丢去清风楼了 什么 小关管 他错愕地瞪大眼睛 继而忍不住地大笑出声 原来是小关管啊 见他在那里笑得开心 林老摇了摇头 道 你想要什么药 就自己上楼去拿 我先把药剂拿去给主子 说着便迈步往外走去 只留下凤酒自个儿在那里乐喝着 林老来到主院 见往常总跟在主子身边的灰狼不见人影 反而是影衣在主子的院中守着 便问 影衣今天怎么没见到灰狼 听到这话 影衣嘴角一抽 朝里面看了一眼 压低着声音说 灰狼在清风楼里接客呢 什么 林老一声怪叫着 清风楼进 接客 他没听错吧 影衣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指了指里面 让他别太大声 林老试了试冷汗 我找主子有事 先进去了 书桌前 严主坐着 查看着各地呈上来的消息 这时 房门抠抠响了两声 外面传来了林老的声音 主子 属下有事要饼 进来 林老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走了进去 见那抹黑色的身影在书桌前忙碌着 便走上前 恭敬地行了一礼 将药剂呈上 主子 这是鬼鬼新配置出来的药剂 属下看过了 是四品的药剂 听到这话 严主放下手中的资料 抬起头来 他炼制出了四品药剂 是的 而且 还是四品上品药剂 就是在我们药楼的药剂中 也还没出现过四品上品的 说到这个 林老有些激动 没想到 鬼鬼那其貌不扬少年 竟还真有几分本事 也难怪 主子对他另一眼相待 严主沉思了一会儿 便道 回头 你让他在瓶身上 落下属于他的印记 然后把药剂 交到拍卖行去 让他们以诡异之名 将药剂拍出 文言 林老微正 主子是想打响 诡异之名 若由他们严店的人经手 不用三个月 诡异之名 势必传遍整个清藤国 去办吧 他没有多说 只是挥手 示意他退下 是 林老行了一礼后 退了出去 至于另一边 清风楼中 躲在房里的灰狼 瞥了自己的下身一眼 咬牙切齿地痛骂着 这小子 我就知道 他不会那么容易帮我医治 果然是不安好心 这时 房门被推开 一名模样白皙清秀的男子 走了进来 瞥了灰狼 那直挺挺的某一处 忍不住地露出 醋狭的笑意 灰狼 我说你纠结个什么 别人想要金枪不倒都难 你可就不一样了 瞧瞧 这都多久了 还这么坚挺 这持久力 真是让我等 望尘莫及呀 闻眼 灰狼瞪了他一眼 道 你还笑 也不帮我想想办法 是不是兄弟啊你 办法也不是没有 男子笑着走了过来 道 我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也知道 最不缺的就是小官了 要不 我给你找两个 谢谢火 你别闹了 我都快烦死了 他没好气地说着 那好吧 男子拍了拍手掌 紧接着 几名小士端着一件 接近透明的红色残衣 和胭脂进来 看见这一幕 灰狼警惕地跳了起来 你想做什么 男子笑得不怀好意 当然是执行主子的命令呀 你不会以为 我真能让你 一直躲在房中不出去吧 喂喂 任祥 你别太过分哪 我只是执行主子的命令 不会太过分的 你放心 我会照顾着你点 不会让你失身的 他笑了笑 挥手 适应那几名小士 上前将他的衣服 给换下来 我自己换 不用他们 灰狼大喊着 可当拿起那件 薄如缠纱的红衣时 脸色如黑的 跟砂锅一样 就让我穿这个 这分明就是透明的呀 任祥瞥了他一眼 笑道 你也可以选择 光着身子出去 我相信 有你当头牌 这几天 生意一定会很火爆的 就这样 灰狼被他们强行 换上了那些 半透明的红衣 还换了个妆 送上了台 至于另一边 听说严主出了门的凤酒 这一夜 便溜进了后身的温泉处 泡了个澡 对于他来说 这后身的温泉 还安全过他的院子 他那院子 那些人想进就进 而且 进房还不敲门的 让他就是沐浴 也提心吊胆的 总是匆匆洗过后 便了事 哪里比得上这里 舒服自在 又没人敢闯进来 泡了大半个时辰后 他穿好衣服 从空间中取出药膏 又往脸上抹了一层 这阵子 他的脸上 无论是白天 还是晚上 都顶着一层药膏 他看过了 脸上的疤痕淡了不少 估计 只要再过一段日子 就会完全消失了 抹好药膏后 他悄然离开后山的温泉 往自己的院子而去 回到房中 将里里外外的窗户和门 都锁好后 吹了灯 一片漆黑后 他便进入了空间中 修炼灵力气息 这阵子 在这里 也没什么机会 可以修炼 毕竟 若是一个不小心 随时都有可能 被发现 他身怀空间宝物 和身具灵气 进了空间 他看了一下 沉睡中的火缝 见他还没有 缩醒的迹象 便盘膝 坐下 默念宁气 绝修炼着 直到下半夜时 外面的动静 让空间中的他惊醒 联盟闪身出了空间 出现在床上 就听房门 猛然间被推开 鬼鬼 快 快点跟我走 林老神色焦急的 就要上前拉人 林老 凤九错的 看了他一眼 问 出什么事了 大半夜的 要去哪儿 盐主去毒蛊 到天心燕莲 受了伤 你快跟我去看看 因知道他医术了得 所以在得知主子受伤时 他第一时间先赶过来 拉着他一起过去 闻言 凤九面色古怪 他不是修为很强吗 怎么会受伤 话虽说着 但仍拿起床头的外衣穿上 跟着林老往外走去 你哪知道毒蛊是什么地方 那可是遍地毒物 而且毒蛊主 可是一位元英七的强者 一名修仙强者 在家使他精通的毒物 主子就算是再厉害 也难免会受伤啊 凤九跟着林老匆匆的来到主院 属于盐主的院子 这还是他第一次过来 林老带着凤九快步走进房间 一边担心地问着 盈依 主子怎么样 伤哪了 严重吗 趴在床上正光着电 让盈依处理伤口的严主 侧过头 瞥见那一抹身影 正跟着林老进来 当下拉起被子往身下盖去 同时低沉而冷冽的声音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修脑 立合着 滚出去 凤九还没看清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像一股风降 声声袭来 将他整个人推了出去 别说他愣住了 就是正帮他处理伤口的影医 和赶来的林老 也愣住了 主 主子 让他出去 盐主沉着声音说着 影医见着 这次连忙走出来 对愣住的凤九道 你先出去 凤九微探过头 郑玉朝里面瞅上一眼 看看是个怎么情况 就听他的声音再度传来 影医 把他给我丢出去 见此 凤九当即往外溜去 一边不满地嘀咕着 又不是我要来的 喝什么喝呢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林老往里面走去 一边问 主子 伤哪了 大腿后侧 被毒舌咬了一口 伤口 我已经帮主子处理了 毒逼了出来 主子也服下了轻毒丹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只是手臂处挨了一刀 估计得几天 不能太活动 影医说着 看向严主 道 主子 伤口还没上药 闻言 严主这才将被子掀开 露出了那大腿后侧 靠近臀部处的伤口 因是毒舌咬的 影医便在伤口 划了个十字形的小口 再让他运气 将毒逼出 刚才正要上药 就禁他们闯进来了 只是都是难的 主子怎么就将那鬼衣赶出去了 膝下疑惑着 却不敢过问 他退到一旁 由林老接手 上了药后 将伤口包扎了起来 这才将裤子穿上 系上腰带 又处理着手臂上的那处伤口 院外 凤酒无聊地坐在院中 看着星星 也不知冷说 现在怎么样了 没有他的下落 只怕也快担心死了吧 想到这儿 他觉得自己也差不多 应该偷溜了 不过 来了这里也好些天了 却一直没弄明白 这严主到底是什么人 今晚 他去毒蛊 到的天心燕莲 是治疗千年寒毒 必不可少的 其中一味珍贵灵药 千年寒毒 炎店之主 还有那个胡子大叔 这三者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 正思存着 就听林老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鬼鬼 你还在这儿啊 快回去睡吧 主子没事了 他有些歉意地说着 本以为是很严重的伤 所以才会在过来时 把他一并拉过来 没想到 反害他被主子赶出来 林老 天心燕莲 是千年寒毒 必不可少的灵药 严主费这么大的劲 去毒蛊倒出来 是中了千年寒毒之人 到底是严主的什么人 这个嘛 以后你会知道的 林老呵呵地笑着 道 夜夜深了 你不回去睡 我还得回去再睡会儿 人老了 跟你们这些年轻人 没得比 说着 摆了摆手 往外走去 见此 凤九也站起身 准备回院中 去睡会儿 哪知 身后就传来影衣的声音 鬼衣 主子让你留下首页 听到这话 他错愕地回头 首页 凭什么 影衣看了他一眼 道 主子的吩咐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 主子的手和腿都不方便 他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看着留下话后 也走人的影衣 凤九 瞪了瞪眼 第四十一集 进来 听着房里传来的声音 他咬了咬牙 还是迈步走了进去 来到里间 见那严主 正半躺在床上 便问 什么事 严主瞥了他一眼 也不知想着什么 半傻道 帮本君换身干净的衣服 你刚才 怎么不叫影衣帮你换 话本能地说出 就碰触到 他那冷嗖嗖的目光 见此 他很没骨气地怂了 问 衣服在哪 衣柜里 他的目光 落在他的身上 看着他打开柜子 将里面的衣服 陷得一团乱 才从里面取出一套 白色礼仪和黑色外套来 来到床边 凤九盯着床上的他 呼得笑了 需要我帮你脱衣服吗 脱 他盯着他 想从他的脸上 看出有没有一点 女子的羞涩之心 然 他失望了 他只看见他的眼睛 因他的话而亮了起来 如同蓝光般地盯着他的身体 那目光 活脱脱的就是一个色女 看着这样的他 他实在想不出 到底是怎样的家族 才养出这样奇怪的女子来 还有一点 让他自己都觉得很惊奇的 对于他的碰触 他竟不知在什么时候 已经成了习惯 竟不会像其他女子 碰到他那般 有种恶心感 他将这种奇怪的感觉 归根于 一直将他错当成了少年 故而 才会被他从心底接受吧 听到他的话 凤九都有些激动了 他略着嘴笑着 将衣服放在床头 伸出手 咽了咽口水 略显兴奋的道 那我脱了 帮本君换个衣服 都能让你兴奋成这样 你到底在兴奋什么 他有些好笑地问着 只觉他的心思 真的甚是奇怪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最喜欢美男了 尤其是像严主 你这样的 难道有个帮严主 换衣服的机会 我能不激动吗 他笑眯着一双眼睛 双手已经将他的上衣解开 衣裳半场 露出古铜色的性感胸肌 看得他直咽口水 这身材 还让不让人活了 床上的美男 衣裳半场的椅着 古铜色的胸膛 半隐半现地 呈现在他的眼前 戴着的半截面具 看不清他的容颜 但 那双深邃而幽深的眼睛 似妖精般勾人 那性感的薄唇 不知因何事而愉悦的 轻仰人 唇角勾起一个淡淡的弧度 浑身的男性魅力 让他见了 都险些无法抵挡地 扑上去 简直就是赤果果的 诱人犯罪嘛 若不是对方实力太强 他还真想把人扑了 而此时 眼主正因他的那一句 最喜欢美男 尤其还是像眼主 你这样的话 而心情荡漾着 心头那种奇怪的感觉 可说是第一次浮现 有些欣喜 有些愉悦 就连唇角 因愉悦而勾起一个弧度 仍不自知 看着眼前的他 因他的身材 而咽着口水 双眼泛光 他竟诡异地 感到有种骄傲与得意 想到自己 这不正常的诡异感觉 他眼中滑过一抹不自在 轻壳一声 沉着商隐 硬崩崩地道 别磨蹭 手脚快点 好好好 他笑眯着一双眼睛 三两下地 将他的上衣脱了 手才碰到他的裤带 就被他一把抓住 你干什么 你不换裤子 他挑着眉看着他 听到这话 再看他那两眼放光的神情 他脸色一黑 换上衣就行 哦 他有些可惜地硬着 撇了那裤带一眼 只差一点 只差一点了 看到他脸上的神情 眼瞩嘴角一抽 实在眉眼再看下去 别开了眼 看向另一边 将染了血的上衣换下后 严主这才躺下休息 又命令着 你就去外间睡 有事 本君会叫你 凤九看了他一眼后 问 你的面具不摘下 这人似乎一直戴着面具 连睡觉也戴着 就仿佛不想让他认出来他一般 难道会是他所认识的人 出去 严主逆了他一眼 声音冷硬 见此 凤九耸耸间 也没多说什么 走到外间的软榻上躺下 闭着眼睛睡不着 心下则在思寸着 该怎么逃走 逃走前 他是不是应该卷走那些灵药呢 四日清晨 醒来的严主走出外间 就见那蜷缩在软榻上的那抹身影 那脸上抹着的黑绿药膏 经过一夜 似乎已经干了 表层有些微泪开着 而那人却还睡得跟只猪一样 打着咕噜 他抬脚 踢了踢他的脚 却见他把脚往上一缩 一边呢喃着 一边而去 别吵我 他挑了下眉 深邃的眸光 放过一抹幽光 他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抬脚往外走去 来到院外 吩咐着护卫 打水 给他洗漱 等到晨时中时 凤九翻了个身 却忘了自己睡的地方是软榻 这一转身 整个人砰的一声 摔到地上去 声音之响 让外面正吃着早膳的严主 都听到了 唉 他微抽了口气 揉了揉摔疼的胳膊站了起来 整个人也清醒了过来 一抬头 就见那影衣 站在门口处 正一脸新奇地盯着他看着 当下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看什么看 没看过人摔地上不长 影衣吃笑一声 点了点头 道 还真没看见过 连睡觉会睡得跌下床的 你到底睡得有多沉 凤九没去理会他 而是摸了下脸上的药膏 已经变干了 当下说着 我先走了 也不等他说话 便快步往外而去 来到院外时 见那严主 正吃着早膳 本来往外卖出的步伐 因看到他桌上的那些精致的膳食 而停下了脚步 冲着外面的护卫喊着 给我拿多个碗和筷子 而后往后面而去 竖了个口后 便来到桌边坐下 我想你不介意我一起吃的 他接过护卫递上来的碗筷 不客气地 夹起一个绿色的饺子 咬了一口 他眼睛一亮 含糊地说着 嗯 竟然还包着肉汁的 嗯 好香啊 看着他一副缠谋的模样 好像已经几百年 不曾吃过东西似的 严主放慢了用膳的速度 吩咐着 让人端多一份过来 那漫不经心的声音 却听得影衣错愕地抬头 见主子 竟不嫌弃那少年 顶着一张涂满药膏的脸 坐在对面同吃 竟还让他再上一份 不由的 心下多了一份思量 主子对女人极反感 却对着少年照顾有家 该不会 真有断袖之痞吧 还愣着做什么 听到主子那隐隐 带着不悦的声音传来 他连忙回过神来 朝那吃得正欢的少年 瞥了一眼 忙应了一声 是 往外走去 交代了外面的护卫 再去厨房 吩咐送多一份过来 看着端上桌的 那些热腾腾的几叠小点心 和菜肴 他眼睛一亮 忙勤快地帮严主 加了一些 大献殷勤 严主 你吃 吃这个 然后 不管他吃不吃 帮他加了一筷子后 就开始吃自己的 看着他帮主子 加了一筷子的菜 一旁厚着的影衣 瞪了瞪眼 你吃你自己的就成了 帮主子 加什么菜 主子他不吃 别人家的菜 这几个字 还没说出来 就见他那尊贵 而霸气的主子 盯着碗里的菜 看了一会儿 竟加起 吃了起来 让他一口气 憋在心里 不上不下 好不难受 而凤酒见他吃了 笑眯了一双眼睛 浑然将自己 当成主人一般 也不想想 是谁在谁的院子里 蹭食的 自己加了些菜后 又帮他加了一些 盐主 你尝尝这个 你还没吃呢 他将一个小碟里的 最后一块点心 加给他 每个小碟子中的点心 都有四块 可偏偏 他自己吃了三块后 将那最后一块 才加给他 这殷勤 看得盐主的眉头 也只挑了下 一旁的影衣 则看得快哭了 他多想喊上一声 主子 您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怎么就来者不拒 那少年加什么就吃什么 对方可是难的 您的节操呢 一顿早餐 吃得凤酒心头 一阵欢快 他摸了摸圆鼓鼓的小肚子 打了个宝格 站了起来 我得回去了 好饱啊 看着那吃完早餐 拍拍屁股就走人的家伙 盐主扫了桌上 那一点不剩的碟子 问 平时他的膳食 没供给他吗 影衣低着头硬着 有的 只是旁人吃的 肯定没主子的好 主子的吃食 那都是经过一级大厨亲自料理的 每一碟子都精致而美味 自然不是旁人膳食可比的 闻言 盐主点了点头 站了起来 也往外走去 影衣健壮跟上 出了院子 对守在外面的护卫吩咐着 让人把桌面收拾了 便联盟跟上前面的主子 回到院中的凤酒 将脸上的干掉的药膏 洗干净后 见脸上的疤痕一天天淡了 不由愉悦地笑了 来这里 最大的好处 也就是这个了 他又抹了些药膏上去 顶着一张涂了药的脸 就往外走去 打算走走 消消失 却不想 来到假山边时 看到那副手 站在池塘边 黑色的身影 见那抹黑色身影 副手而立 为侧过者的半边脸 俊美而刚毅 那银色的半截面具 更是在阳光底下 折闪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他暗自摇头 骂了声 妖孽 本想转身走开的 不过想到 今早在他那里 蹭了顿早膳 想了下 还是走了过去 严主 你 嗯 他的话才出 就因脚下一个打滑 整个人往前扑了过去 站在不远处的影衣 看到他滑了一脚 整个人 失去重心地往前扑去 眼见着要掉入池塘里 正暗笑着 这小子 活该 可 看到接下来的姨母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严主在听到他的声音后 就回过头看来了 但看到他脚下在石子上 滑了一脚 整个人朝池边扑去时 几乎是本能地掠上前 去接住他 可 人一入怀 他就正住了 少女娇小的身体 撞入他的怀中 柔软的身体 贴着他坚实硬朗的胸膛 属于他身上 特有的淡淡的药香味 传入鼻息之间 撩得他的心头 微微荡起一层涟漪 那双白皙的手 紧紧地揪住他身前的衣襟 小脸埋在他的胸膛上 只看到他油亮柔顺的墨发 怀中的人儿 从错愕中抬头 与他垂眸看下的深邃目光相碰触 如此近的距离 四眼的相对 一种不知名的情愫 在心中悄然蔓延而开 而他们这两人的情况 落在不远处影衣的眼中 却成了两人寒情默默地相视着 看得他整个人在风中凌乱着 可不是吗 那可是两个大男人 就算那少年娇小了点 可也不容忽视他是一个男人的事实 可现在主子居然 居然搂着那少年的腰部放手 两人还贴得那么近的四目相对 那画面让他几乎是本能地朝周围看了看 想着 可别让别人看到这一幕啊 要不然主子的仪式英明可算是全毁了 凤九则错愕地看着这个 一手搂在他腰间的眼主 脑海中可没眼主那些乱七八糟的 不知名的感觉 他想的只是 他现在可是男子 他这样搂着一个男子 真的合适吗 被他那深邃的目光那样望着 他竟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连忙退了开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脚下滑了下 他一边说着 一边退开 善善地笑了笑 我就过来打个招呼的 你继续 继续 看着那逃命一般的跑开的女人 眼主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手 似乎在回味着什么一般 看着那一旁的影衣 终是忍不住地说了句话 主子 那个 美人楼这两天 来了几名容颜极美的女子 闻言 眼主朝他看去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属下想 主子需不需要晚上 让他们过来侍候 说完这句话 影衣只看到他家主子 朝他扫来一记凉凉的目光 看到他头皮发麻 险险绷不住地跪了下去 至于另一边 凤酒边走 边揉擦着胳膊 喃喃地说着 这眼主 不会真的有断袖之辟吧 可就算有断袖之辟 也不应该看上我吧 再怎么说 我的脸也毁了 顶着这么一张 涂着黑青药膏的脸 他也能看得上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我一定是想多了 他轻呼出口气 平复下心情 见药楼就在前面 便大步地走了进去 一边跟着在院中 查看药材的林老 打着招呼 林老 是鬼鬼啊 林老回头看了他一眼 呼到左右看了下 来到他的身边 问 听说 昨夜主子让你守夜 嗯 他点了下头 主子怎么会让你守夜 都让你干什么了 林老语气诧异 看向他的目光 也带着疑惑 听到这话 再看林老那八卦的神情 风酒嘴角微抽 你干什么 就是帮他换了下衣服 然后就睡了 他有些无奈地说着 他现在是男人好不好 被这样的目光看着 还被这样问着 真当他跟他们主子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不成 睡 睡了 林老错愕地惊呼着 那声音因错愕而微提 几乎声音一出 院中的众人都朝他们看了过来 你大呼小叫做什么 是各睡各的 他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吓 吓死老夫了 林老拍拍胸口 轻呼出一口气 对了 这两天你再配几瓶药剂出来吧 三瓶的也成 四瓶的最好 再来两三瓶 上回那个也可以 文言 他眸光一转道 那行 我去楼上取药 说着 自顾地往楼中而去 基于主子对他的态度 他取什么药 也都由着他取 事后 他只要登记一下便可 因此林老倒也没跟上去 两天后 主院中 院中的石桌边 严主一手微撑着头 一手拿着书子看着 两眼不离书本 那神态怎么看 都是一副入神的模样 可 影衣的嘴角微抽着 无语地望天 他已经站在这里 纠结了近一个时辰了 一直在想着 要不要提醒主子 他的书拿反了 可看到主子隔了一会儿 就翻过下一页的模样 他又在想 是不是那书籍 本来就是倒着看的 影衣 听到主子叫他 影衣当即回过神来 上前一步 大声地应着 属下在 严主的目光从书籍中抬起 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 挺起胸膛 笔直地站着的一副 熊啾啾 气昂昂模样的影衣 问 你干什么 属下 听后主子吩咐 严主的目光 上下地打量了他一下 而后 沉塞一会儿说 你说 一个人 如果总在不经意间 想起另一个人 是因为什么 想杀了他 影衣想也不想地回答着 因为 当一个人总被他想起时 那个人 定是他极想杀的人 闻言 严主目光怪异地 扫了他一眼 若不想杀他 反而想 他的话断住了 因为不好表达 不想杀他 影衣看向他 突然间 思想到了什么一般 犹豫了下 道 主子 如果是男人 想女人的话 那应该是对那女人 有想法 不过 第四十二集 不过什么 不过 若是男人 想男人的话 那就 就怕是有 有 有龙羊之号 他说得小心翼翼的 一边还注意着 主子的脸色 对女人有想法 严主 男男地说着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他本身 就极讨厌女人 怎么可能会对女人 有想法 但 这两日脑海中 总是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 那人的身影 和那双脚侠带笑的眼眸 还有心里 那种奇怪的感觉 让他觉得 有必要弄清楚 晚上 你去美人楼那边 带两名女子过来 他突然地吩咐 惊呆了影衣 让他觉得又惊又喜 闲些痛哭流涕 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主子 您 您刚才说什么 是让属下 晚上送两名女子 过来 侍候 严主扫了他一眼 沉声道 让你去就去 怎么那么多废话 是是是 属下 现在就过去交代 影衣惊喜地映着 连忙往外而去 老天开眼 主子终于对女人感兴趣了 这两天可担心死他了 真怕主子 真弄出个什么断袖支皮来 在清风楼待了几天的灰狼正回来 看到那里这嘴傻了的影衣时 有些诧异 拦下他便问着 怎么了 什么事这么开心 咦 你回来了 清风楼好呆不 影衣打趣地笑问着 一听他提起这个 灰狼脸色一黑 少跟我提清风楼 说着 瞥了他一眼 问 你还没跟我说 是什么事 让你这么开心呢 我跟你说 主子让我去美人楼 安排两个美人 晚上送过去 他凑上钱笑说着 一脸地开心说 女 女人 灰狼错愕地看着他 主子竟叫你安排两个女人 过去伺候 我没听错吧 是真的 我想 主子这是开窍了 灰狼一脸地不相信 问 我不在的这几天 可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主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要知道 他们主子平时连女人近身都受不了 怎么可能会让影衣安排两个女人过去 难道她的夜女正好了 这事回头再说 我先过去美人楼那边交代一下 他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步地往美人楼而去 在他看来 给主子挑两个美人 晚上试寝 可是件大事 马虎不得 是夜 凤九吃了饭后 出来走走 散散步 消消食 来到亭子处时 就见影衣带着两名容颜绝美 身段妖娆的女子 往假山处走来 一时好奇 他便喊了一声 影衣 影衣听得声音望去 见是那穿着红衣的少年 不由咧着嘴笑了起来 原来是诡异啊 好巧 凤九走了过去 目光在他身后的两名绝美的女子身上 看了看 问 怎么会有两名这样绝色的美人 该不会是美人楼里的美人吧 据他所知 这盐楼中也只有美人楼中有美人 其他的地方 就算是主院 严主的院落 事后的 也都是一些影子护卫 很少看到这样的女子走动 嘿嘿 鬼衣真不愧是鬼衣 一猜就中了 影衣似乎有意说话说明一般 看了身后两名容颜绝美的女子一眼后 对凤九道 他们两人 是美人楼新来的美人 是主子吩咐我带过去 是寝的 是 是寝 凤九错愕地瞪大了眼睛 面色古怪的道 一回两个 你家主子吃得消吗 听到这话 影衣就不洗了 脸色也沉了下来 什么吃得消吃不消 你看我家主子 那健壮硬朗的体格 难道会是中看不中用的男人吗 没言 凤九嘴角抽出了一下 一时无语 我就不打扰鬼衣散步了 影衣说着 带着人往主院而去 见此 凤九眸光微动 唇角勾起一抹邪似的笑意来 当下也跟了上去 一龙细二凤 他怎么能不去观摩一下呢 主院中 刚沐浴好的盐主走了出来 发烧上还带着水珠 他来到桌边坐下 倒了杯水喝 就听外面传来影衣的声音 主子 进来 低沉而带着磁性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 影衣听到声音后走进去 看到坐在桌边的他 便上前问 主子 人属下带过来了 是否让他们现在进来 让他们进来吧 是 影衣的声音带着几分的兴奋 当即走了出去 将人带了进来 盐主则有些怪异地看着他 实在不知他到底在兴奋着什么 他更不知道的是 某个不安分的小东西 正从树上爬到了屋顶 悄悄地往主屋的房顶爬去 而因为主院 盐主的院落 除了两名守院的护卫之外 暗处并没有人守着 因此也没人发现 屋顶那么红色的身影 影衣将两名女子带进来后 便退了出去 顺带地将房门关好 咧着嘴守在了院外 房中 盐主看着两名容颜 绝美的女子 脑海中想到的 却是那丫头被毁的容颜 眸光微闪 有些走神 主子 努必给主子擦干头发吧 其中一名女子轻声说着 看着俊美如天神的男子 眼中竟是痴迷与欢喜 眼主回神 可当看那女子 穿着一身红色衣裙时 眉头拧了起来 不悦得道 谁准你穿红衣的 她身上的威压 与那上位者的气势 自然而然地释放而出 惊得那两名女子 双腿一软 跪了下去 主子 恕罪 而此时 来到屋顶上的凤酒 屏着气息 悄悄地揭开一片瓦片 往里面看去 就见那两名女子 颤颤地 跪在那眼主的面前 她心下暗寸着 真是不懂怜香惜语呀 起来 脚干头发 她沉着脸 尽量地收起一身的威压 是 是 那名穿红衫的女子 连忙硬着 起来到屏风处 拿起毛巾上前 小心翼翼地帮她擦干 发烧上的水珠 眼主则盯着面前 站着微垂着头的娇美女子 眉头微凝道 你 过来 是 那名女子应了一声 抬头 含羞待气地看了眼主一眼 轻移连步来到她的面前 眼主盯着眼前的细腰 抬起手 搂上去 可这一入手 感觉就不对了 明明是一样的女子 一样的腰肢 怎么她搂起来 那感觉就不一样 那名女子 见眼主搂着她的腰 时而紧 时而松 一时欣喜 整个人便依偎了过去 软软地唤了一声 主子 身一裁除 整个人就被狠狠地推了出去 狼狈地跌倒在地 那女子惊呼着 摔在地上 双眼涌出了泪水 一副楚楚可怜的娇气模样 看着那突然变脸的男人 影衣听到房里的惊呼声 联盟推门跑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 然 看到房中的一幕时 也有些傻眼 谁准你往本君身上靠的 眼主站了起来 浑身的微压与冷冽的气息 弥漫而出 甚是摄人 惊得房中的两名女子 颤颤地跪着 不敢抬头 呼的 屋顶传来细小的声音 眼主目光一冷 沉声一喝 什么人 手掌凝聚一股掌风 朝屋顶处击去 啊 凤九惊呼着 整个人毫无预警地摔了下去 当眼主看到是 那抹熟悉的红色山影时 目光一缩 联盟飞身 垂上前将人接住 而凤九 也本能地搂住了她的脖子 将脸埋在了她的肩膀处 直到感觉到安全了 才抬起头来 看到她黑沉的脸色时 善善地笑了 啊 眼主 那个 没打扰到你吧 声音一落 视线落在她 没戴面具的脸上 忽得觉得 这张脸 似乎有几分熟悉 影一见又视她 不由伸手无脸 怎么哪里都有她 真是见鬼 而且 见是她摔下来 主子居然第一时间 就上前去接 唯恐她摔伤了一样 那一瞬间 紧张的模样 看得她脸色发白 惨了 主子真是看上这小子了 抱着怀中的人 银竹脸色黑沉 声音带着怒气地问 你爬到屋顶去做什么 难道不知 一个不慎 会被错当成刺客杀了吗 真是该死 这女人 怎么就这么不省心呢 若刚才 不是她看清 是她 才没再挥出一掌 否则 只是她已经小命不保了 我就爬到屋顶去 去 赏月 对 赏月 她善善地笑着 见自己还被她抱在怀中 连忙道 严主 你可以放我下来了 而此时 严主的目光 却是落在她的手臂上 红衣被刮破 白皙的手臂 被划出了一道血痕 看到她的目光 落在她的手臂处 凤九也看了过去 这一看 便笑道 应该是掉下来时 被瓦片划到的 不碍事 我回去包扎一下就好了 说着 她挣扎着 想要从她怀中下来 可谁知 她却抱着她不放 还用那灵力 而蕴含着怒火的目光 威胁般地看了她一眼 让她整个人一僵 不敢再动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放着两个娇滴滴的美人 不去管 干嘛老抱着她 这个男人不放啊 严主 你 闭嘴 她沉声喝着 抱着她 就往桌边走去 见那两名女子 还跪在那里 不由皱了下眉 莹一 把她们送回去 主子 别啊 凤九喊着 看着那抱着她 不放的严主 道 这不是给你 摄寝来的吗 怎么把人赶走了呢 你看这两个美人 娇滴滴的 又长得这么美 身材也这么火爆 送回去 多可惜啊 影衣难得赞同地 看了凤九一眼 觉得她这话 正说中她的心里话了 好不容易主子开口 送两个美人 过来示好 可现在就送回去 她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 她白忙活一场 倒不要紧 可问题是 主子这取向 若真的被带弯了 那可怎么是好吧 事情 严主看了凤九一眼 谁跟你说 他们是来示寝的 影衣啊 她想也不想地说着 闻言 严主 严主凉凉地扫了影衣一眼 而后低头 看着被她抱着的女人 问 所以 我这不是没看过一龙二凤的战斗 话一出 察觉到不太对劲 连忙闭上了嘴 一旁的影衣看不下去了 顶着被拍飞的可能 开口建议着 主子 您这 要不要把鬼仪先放下来 严主扫了她一眼 抱着凤九来到桌边坐下 吩咐着 取药来 见此 影衣只好将两名女子带出去 同时 取了商药进来 放在桌上 看着她家主子 抱着少年 就那样坐在她大腿上 她张了张口 想开口 却不知怎么说 凤九将硬着身体 坐在严主大腿上的感觉 就跟坐在砧板上似的 浑身的不自在 可偏偏 某人却好像没察觉到 有什么不对劲一样 依然我行我素 浑然不觉有何不妥 严主 那个 我这点伤不算什么 就不劳你帮我上药了 我还是先回去了 她边说着 边想着站起来 可这屁股才离开她的大腿 就被按了下去 坐好 她身体一僵 被按坐回她的大腿处 不敢乱动 影衣见此 只能轻叹一声 往外走去 来到房门外守着 不用说了 主子看样子 已经遗族身陷 拉不回来了 影衣 我怎么看那两名女子 哭着回去了 怎么回事 主子没让她们士气吗 灰狼走了进来 见影衣守在房门处 不由有些好奇的上前 你怎么来了 影衣挡在门口处 朝里头 瞥了一眼 上前将人拦下 不想让她看到里面 主子正抱着那少年 在上药呢 怎么回事 你拦我做什么 灰狼不明所以 见房门也没关 便探着头 朝里面望去 却见影衣老挡在眼前 不由一脑 伸手将人揪开 搞什么呢 可 当看到房里那一幕时 她腿一软 险些跌坐下去 我 我没看错吧 主子抱着那 那 那小子 她一手揪着影衣的衣服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影衣将她拉到外面一点的地方 以防说话被里面的主子听见 道 你看见了 也装着没看见 打哪来回哪去 主子现在是没空见你的 不是 她 她们 别问我 我什么也不知道 影衣抿着唇说着 黑沉着脸 回到房门口守着 房里 凤九看着小壁处 那极为难看的包扎手法 嘴角忍不住地抽搐 微凑过头 如此近距离地看着这没戴面具的 严主 越看越觉得真的可能是见过的 严主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听到这话 严主这次想起 沐浴后 她的面具没戴 脸下的眸光 微闪过一道幽光 她抬眸看了她一眼 搂在她腰间的手 也没打算收回 而是转移着注意力 问 你脸上这东西 打算抹多久 啊 凤九愣了一下 想到脸上这张图的 黑绿药膏的脸 咧嘴一笑 再过几天 应该就差不多了 再过几天 她美美的容颜 就要恢复了 想想就兴奋 看着她眼眸弯弯地笑了起来 属于她身上的那果淡淡的药香 窜入鼻息中 温香软欲在怀 她的眸色也渐渐地幽暗起来 喉咙上下滚动着 只赶体内窜起一把火 对谁都没感觉 独独对她 有了无法理解的冲动 怦然心动是什么感觉 也许她已经知道了 见她还真抱着她 不打算松手了 凤九目光一转 唇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意 带着几分戏谑的吻 严主 逗着我是什么感觉 严主的幽暗的目光 落在她那粉嫩的猪唇上 看着她水润的唇板 绽开的那一抹邪魅笑意 不由心头一片鼓动 她看了那带着戏谑神情的她一眼 略显低沉的声音 带着暗哑的刀 一种不舍得放手的感觉 听到这话 让原本只想戏弄她一番的放酒 嘴角一抽 再看她越靠越近的俊脸 她整个人猛地挣脱开她的手 跳了起来 退离她的身边 警惕地盯着她 一脸的气氛 严主 我可没有龙阳之号 你就是想祸害 也不能祸害我呀 我还小 才十五岁 正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可惊不起你的璀璨 门外 听到这话的影衣 含泪地点了点头 在心下暗寸着 就是就是 主子 你就是有断绣之痞 也不能挑这小子呀 这小子有哪好的 刁钻古怪之余 还是个毁容的 若你真看上她了 可不是你摧残她 而是她糟蹋你呀 而听到她的话的眼主 额头却是划过几道黑线 龙阳之号 谁说她有龙阳之号的 这女人一天到晚的 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看着她那一脸的惊举与防备 她原本略显荡漾的心 也渐渐地平复下来 缓了缓脸色 看着那一脸欠扁神情的女人 她的声音凉凉的 带着几分的咬牙切齿 你想多了 本君没有不良嗜好 这话出凤九信吗 答案当然是不信 于是她一边往外挪着 一边善善地笑着 其实我也觉得 你应该没什么不良嗜好 影医也说了 你绝对是中看 也中用的男人 要不然 也不会一回来 就给你弄了两个美人过来 是吧 听到这话 门外的影医泪流满面 我说小祖宗 你能不能别说什么话 都顺带地烧上我 第四十三集 严主坐着眉洞 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 轻敲着桌边 看着那女人挪着小步 到门口处后的 把腿就往外跑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不打扰严主休息了 话出 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影医 听到房里主子在唤他 影医硬着头皮走了进来 主 主子 你跟他说 本君要你带两个女人 过来试寝 严主四笑非笑的目光 落在影医的身上 看得他根本不敢抬头 属下 属下在亭子那边 遇到诡异 他问了 属下就 就 冷汗如豆大般大的 从额头渗出 话都说不好了 也许 你也想去清风楼待几天 本言 婴衣脸色一白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主子恕罪 属下 属下定不会再有下次 下去吧 若再有下次 本君定不饶你 他摆了摆手 示意他退下 是 影医暗暗松了口气 连忙起身 往外而去 待他退下后 想到那女人 避他如蛇蝎的模样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暗存 难道本君的模样 还入不了他的眼 应该不可能啊 他对自己的容颜 还是极有自信的 只是 既然这样 为何那女人 却不买账 难道 他也得学学那些女人 用用美男计 回到房中的凤九 躺在床上 想了想 觉得 还是得跑路了 那眼主 有些不太正常 他的脸也快好了 所以还是得找个时间 开溜比较好 再待下去 也不知会弄出 什么事情来 碎玉 他将调配好的药 拿给林老 又从药楼里 拿了不少的灵药 正要走出药楼时 就见林老 正捧着一个大盒子进来 于是 他便问 哎 林老 你手上那是什么呀 这是千年人生 百年难得的真品 你看看 这可是上等的好货呀 他将盒子打开 眼中满满的是激动 这千年人生 只要一小片 就可以吊住气息 微弱之人的命 在很多时候 可是救命的灵药 好大的一条 根须完整 纹理清晰 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真品 他两眼放光 伸手想要摸上一把 就让林老给盖住了 他防备地看着放酒 将盒子抱在怀中 道 这可是真品中的真品 你少打这千年人生的主意 这东西 可得留着救命使用的 知道知道 我就看看 他善善地笑着 心下确实在想着 等要走时 一定要将这千年人生 给偷出去 这一整天 他都闭着点那眼主 尽量地不跟他碰面 直到 晚上夜色渐深 他算着时间 才往那后山的温泉走去 打算今晚泡个温泉 等着几天盐主出门 或者没在时 再悄悄离开 脱去衣服后 身上系着一条薄纱 这才小心翼地走入温泉中 这后山的温泉比较深 他也只能沿着边走 在边沿处坐下沉入水中 靠在边上轻呼出口气 啊 真舒服啊 阴夜色的渐深 天空中繁星点点 甚是美丽 要泡温泉 怎么不叫上本君 就自己来了 突然传来的声音 吓得他险些跳起来 可一想他身上也就一条薄纱 当即又往水中沉去 带着一丝怒意的目光 看向那从暗处走出来的人 你怎么在这儿 扶着手走出来的盐主 脸上没戴面具 露出了他那俊美如天神的容颜 只是 此时他那双深邃的目光 却是直勾勾地落在水中之人的身上 触及他圆滑的双肩石 也没想回避 反而大大方方地欣赏着 说起来 这是他第二回看到他在水中的模样了 上回心中无其他心思 自是不上心 也没多注意 而今一看 却觉得水中女子 在夜色下 水光中 美得如同一幅画 哪怕 她的脸上 仍涂着那药膏 也依旧影响不了 他在他眼中的赏心悦目 他复着手 站在温泉池边 看着水中缩成一团的女子 俊美而刚毅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 这里是本军的地方 本军出现在这里 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说话间 已经脱去脚下靴子 解开腰间玉带 脱去外衣 再将礼衣脱下 陆健硕性感的上半身 看着那将手伸向裤头 打算脱掉长裤的男人 他顿时紧张地结巴起来 你 你要干什么 脱衣服 你不是看见了吗 他的声音低沉 而带着雌性 若是不注意 根本不会发现 那声音中 夹带着一丝丝的笑意 他恼怒地瞪着他 道 我当然知道你在脱衣服 我是问你脱衣服干什么 自然是泡温泉呢 他回答得理所当然 你没看见我在泡吗 他问得咬牙切齿 都是男人 一起泡温泉 又有什么关系 他眉头轻挑 唇角微勾地说着 听到这话 凤九险些没跳起来 冲着他臭骂 什么叫都是男人 什么叫一起泡温泉 没什么关系 他可没穿衣服好不好 他都已经缩成一团了 他若下水来 还得了 可就这么一瞬间 就见他脱了长裤子 又脱裤衩 倦此 他的一颗心 紧紧地提了起来 明明应该别开眼的 可一双眼睛 却像被磁铁吸住了一般 竟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见他的目光 毫不闪避地盯着他的动作 眼主唇角微勾 放在裤衩上的手 微微一顿 好心情地道 本君天灰狼说 上回你帮他医治 只是扎了腰间穴位 要不然呢 他翻了个白眼 然声音一落 想到那时他问的话 以及他古怪的神情 不由一正 问 该不会 你以为我把他看光了吧 见他没开口地默认着 他不由哈哈大笑出声 天哪 你怎么会那么想 竟然把我想得那样好色 见他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看 他善善地笑了笑 好吧 虽然我是挺好色的 但我眼光也是很挑剔的好不 就灰狼那样的 脱光了我也没兴趣看 哦 那本君这样的呢 听到这话 他嘴角一抽 眼主 我记得你好像说过 你没什么不良嗜好 男人的话果然不能信 这货十分明显的 就是在赤果果的发情嘛 难道是春天快到了 就连眼主都开始春心荡漾了 不错 本君的取向是十分正常的 他直勾勾地盯着他 唇角勾起一抹邪似的笑意 放在裤衩上的手 毫无预警地就将裤衩往下一脱 整个人赤裸裸地站在温泉边 看着那脸色大便的女人 莫名地觉得心情愉悦起来 好大一只鸟 他惊呼一声 本能地喊出来 可话一出又闪闪地笑了笑 尤其是在看到男人正迈着脚步 跨入温泉中时 更是整个人都紧张起来 一手用薄纱半遮着 缩着的身体 一手探向边上 摸向自己的衣服 打算往后溜 可那紧接着传来的低沉声音 却让他伸出的手僵住 无奈地缩了回来 你若想跟本君玩水中捉迷藏 本君也是很乐意奉陪的 低沉的声音懒洋洋地传来 却让凤九气得牙狠狠 盯着那沉入水中 双手摊开坐下的男人 他只想着 要是可以 真想一拳挥过去 狠狠地揍上一顿 见他缩在三米外 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 眼珠眉头轻条 那张俊美而刚毅的容颜 染上一抹邪似的笑 低沉的声音 带着几分笑意地从口中传出 本君的身材可令你满意 凤九瞥了他那得意的神色一眼 瞥了瞥嘴 也不怎么样 哦 是吗 也许本君靠近一点 你会看得更清楚 他目光一眯 俯身准备上前 凤九一见脸色微扁 连忙抬手喊着 哎 停停停 不用过来 不用过来 你的身材很好 分量足 很有料 行了吧 这都什么人来的 耍流氓也不是这样耍的吧 他还要不要脸了 眼珠也没过去 见他看来 他必将是他的女人 因此也不急在这一时 免得将他给吓着了 反而得不偿失 过来给本君擦背 他趴在边沿上 只留一个背部给他 见此 凤九眸光微闪 想了想道 要我过去帮你擦背也行 不过 你得保持着这个姿势不动 不能回头 嗯 他懒洋洋地硬着 唇角微钩 这小女人 还不知他女人的身份 早就被他识破了 凤九在他硬了一声后 这才往他那边走去 来到他的身后时 他眼中划过一丝复杂 他不过是他抓回来的一个钥匙罢了 可他居然就这样毫无防备地将背后交给他 真不知 他的信任是从哪里来的 要知道 若是换成心术不正之人 他若将背后留给别人 分分钟都有可能丧命于旁人手中 毛巾呢 你有戴吗 他问着 就近他手一伸 一条白色毛巾递了过来 接过毛巾后 他有一下没一下地帮他擦起背来 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居然跟一个男人赤裸着泡着温泉 还帮他擦背 简直是以前怎么也不敢想象的事情 重一点 他的声音略显阴阳 无他 只因他擦得太轻 就跟脑痒痒似的 让他体内的一股邪火直窜起来 凤九自然听出了他的声音 染上了几分的低沉与阴阳 他逆了他一眼 在心底暗骂着 力道加重了一些 本来想着 用藏在发间的银针扎昏他 再离开的 可是想到他这莫名的信任 他竟下不去这个手 好办赏后 他的手也酸了 可某个男人却舒服地趴着不动半下 他便停了下来 道 我说眼珠 你老也应该享受够了吧 我的手可酸死了 皮也泡得快皱了 嗯 你可以先回去 他懒洋洋地说着 趴着不动 闻言 见他趴着半眯着眼 他这才微退开来 到他放衣服的地方 将衣服拿到水中穿起来 园主看着他背过去穿衣 再从水中冒出来 穿着湿漉漉的衣服 就起身打算往外走 不由地皱了下眉 你就穿着这湿衣走回去 衣服因湿透而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他玲珑的身段都勾勒了出来 虽然身前他抱着一团薄纱扮演着 可那若隐若现的风情 却让他看了身体泛起一股躁热 更何况这一路回去 那明里暗里的护卫之多 岂不是都叫人看光了 穿湿衣回去又有什么关系 我回房都要换了 他不慎在意地说着 脚下步伐没有停顿地往外走去 却在下一刻身体一僵 披着本军的外袍回去 低沉而带着阴雅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边 让他耳朵有种痒痒的酥麻感觉 他微低着头 看着那从后面还过来的男性手臂 那结实的手臂将他整个人包裹在其中 一件外袍也随着披在他的身上 从后到前将他整个身体包裹起来 他没有回头 身体微僵着 不仅因他突然的伸手 将他还住 为他披上外袍 更因那贴上来的身体 根本没穿衣服好嘛 嗯 多谢 他匆匆应了一声 快步往外走去 这是第一次 被人耍了流氓 还得跟人道谢的 也太憋屈了 看着他逃命一般 略显慌乱的脚步 眼主嘴角一勾 愉悦地笑了 而当守在温泉外面的影衣 看到那从温泉里匆匆走出来的身影时 不由瞪大的眼睛 错愕地问 你 你怎么会从里面出来 风九瞥了他一眼 没说话 只是将身上的外袍拉紧 而后往院中而去 老 老天 我没看错吧 他竟披着主子的外袍 他竟披着 瞪着那抹消失在夜色中的身影 恨不得进去温泉里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可那温泉布了阵法 他走不进去呀 不多时 看到紧穿着礼仪的主子走出来时 影衣连忙迎上去 结结巴巴地问着 主 主子 属下怎么看见 看见鬼衣 也从里面出 出来 这两人 该不会在里面喜鸳鸯欲吧 他俊美如狄仙 威武如天神般的主子 竟跟那若不禁风 又容颜被毁的鬼衣 在里面喜鸳鸯欲 光想到那画面 他嘴角抽搐着 不敢再想下去 正巧 他也在里面泡温泉 严主嘴角带笑 迈着步伐往院落走去 影衣无语地望天 巧吗 真的是巧合吗 主子 往常可 不会在这时间 过来泡温泉 再看主子 那衣领的春心荡漾 他可不认为 主子是没预谋的 回到主院中 严主建了房 而影衣 则守在外面院中 只是 他心里一直不平静 因此站岗也有些走神 就连灰狼来到他的身边 也没察觉 哎 你怎么这两天 一直魂不守舍的样子 灰狼拍了拍影衣的肩膀 有些疑惑地问道 影衣看了他一眼 本来不打算跟他说的 不过想想 朝紧闭的房门 看了一眼后 又压低着声音问 灰狼 你在清风楼待了几天 真看到有男人 去寻欢找小官 有 灰狼点了点头 想到他还被人摸了一把腹肌 一身鸡皮疙瘩 又蹭蹭蹭地冒出来 那男人跟男人怎么 那个 你怎么好奇这个 要不 你跟主子说说 让你去清风楼 找找见识 灰狼不怀好意地笑着 影衣没理会他的几月 苦恼地等 哎 我现在很担心主子 什么意思 灰狼一正 有些不紧 难道你没看出来 主子对诡异 很不一般 今晚 他们两人 还一起 在后山泡温泉了 你没看到 主子出来时 那整张脸上 都写着穿心荡漾 几个大字 哎 我真怕再这样下去 会出事啊 朝灰狼看去 却见他 朝他几只眼 不由问 你眼睛怎么了 唇心荡漾 身后 低沉而带着 雌性的商隐 传入耳中时 影衣 整个人一僵 看到灰狼 垂低下头 一副恭敬地站着 不由暗骂着 真不是兄弟 主子来了 也不提醒下 而后转身 看到主子那张 放大的脸 他扯了扯 僵硬的嘴角 唤了一声 主 主子 本君最近脸上 都写着穿心荡漾吗 严主逆着他 那威严而冷烈的目光 落在影衣的身上 莫名地让他心头发虚 不 不是 他垂低下头 一副怂样 本君似乎听你 对男人很是好奇 既然这样 回朗 把影衣丢去清风楼 让他观摩三天 说着 转身便往回而去 主子 盈衣哭散着一张脸 冲着严主的背影 喊着 属下对男人不感兴趣 也不好奇 清风楼 属下不想去呀 第四十四集 你就别叫了 主子说的话 向来都没有收回去的 走走直 兄弟我就亲自送你一程 灰狼兴在乐祸的笑出声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拉着他往外而去 英姨瞪着他 怒道 灰狼 你是存心的 对不对 我一直臭你眨眼 你自己没反应过来怪谁呢 好了好了 主子可是后代你许多了 我上回被扔去清风楼都没观摩 你这回就不同 好好观摩观摩 以后就不会再问出那样的问题了 就这样 灰狼刚回来没两天 影姨就被送去了清风楼 而这一切都跟院中的凤九无关 他现在的心思都在准备逃跑上面 在第二天正午时 灰狼来到凤九的院子 上前敲了敲 鬼依 房里的凤九打开门走了出来 见是灰狼有些诧异 问 有事 这灰狼居然还敢来找他 就不怕他再给他扎上一扇 主子让你过去一起用膳 他看着眼前这张图的黑绿的脸 实在搞不懂 主子怎么就想叫他过去陪他吃饭呢 听到这话 他善善地笑了 不用不用 你就跟他说 我已经吃过了 声音一落 直接退了回去 把房门关上 见此 灰狼皱了皱眉 却也不敢硬将人带过去 因此 回去跟他主子禀报着 而主院中 听完灰狼的禀报后 眼主脸色微沉 这女人在躲着他 看到主子脸色不好 灰狼也不敢开口 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守着 而这时 一名黑衣修士从外面急步进来 单膝行了一礼 属下 叩见主子 眼主看了他一眼 问 你怎么回来了 主子 属下将人抓到了 正在主子审问 听到这话 眼主深邃的目光一瞇 当即站了起来 带路 而听到眼主出门消息的凤九 在傍晚时分 灵狼清点完药材后 将那颗千年人参 就给顺走了 直接收入空间中 而后 大摇大摆地往外走去 步入阵法中 悄然离开盐楼 当晚上 眼主回来时 林老脸色大变得匆匆来报 主子 不好了 鬼鬼偷走千年人参 跑路了 听到这话 眼主脸色瞬间黑沉下来 浑身冷立得危险气息 弥漫而出 深邃的目光半眯着 盯着林老 跑了 感觉到空气中气息的冰冷 林老和站在眼主身后的灰狼 不由身体紧绷起来 是 是的 属下刚去药楼时 见千年人参不见了 就去找鬼鬼 却发现 他也不见了 问过护卫 说是傍晚时 见他在转悠着 谁也没注意 就 就 眼主眯着眼 看了眼漆黑的天色 眸色暗沉 嘴唇紧抿着 沉着声音道 灰狼 马上带人出去找 是 灰狼灵命 正要迈步离开时 又听他的声音传来 若是找到 不要硬碰 以免伤到他 听到这话 灰狼嘴角一歪 连忙低下头 硬着 是 这才快不离开 眼主迈着步走着 没有回主院 反而是去了 凤九住的那处院子 跟在后面的林老见了 张了张嘴 只好无声退下 推开房门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眼主目光微沉 空气中 似乎还弥漫着一股 还没散去的药香味 迈着步伐在房中 走了一圈 来到李金的房边时 触及那压在枕头下 只露出一角的纸张时 他迈不上前取出 当目光落在纸上时 他不由勾起了唇角 俊美而刚毅的容颜上 浮现了一抹少见的柔和 有色心眉色胆的女人 纸上鲜明地画着两个人 穿着衣服的她 一身男装打扮 尸指轻挑起 那没穿衣服的她的下巴 一手落在她的腹肌上 目光却是朝纸外看来 挑衅的意味十足 目光落到那画上 两个小人头顶 箭头所指的几个字上 不由青男出生 炎竹小兽 鬼衣小宫 这女人 真是疲痒了 她笑骂着 声音低沉而浑厚 心下却希望 可以马上见到她 一种名为思念的情俗 无法抑制地在心头腾生而起 无法自拔地乱了心许 然而 心中却又有一个感觉生起 她觉得 她这回跑了 估计她派出去的人 是追不上她的了 毕竟 那女人狡猾如狐狸 又刁钻古怪 让她跑了 只怕要再追回来 就难了 而到了这一刻 她才想起 她除了知道她叫鬼衣之外 居然连她的名字叫什么 都不知道 若是灰狼他们追不回来 那日后 想要再寻找到她 只怕也难了 果不如严主所料 直到天明 灰狼带着人回来 硬着头皮禀报着 主子 属下找了一夜 都没找到诡异的下落 只怕是 逃了 严主目光微沉 这答案在预料之中 让严店的人都注意一下 外面的风声 若是有听到关于鬼衣的消息 马上回来禀报 是 灰狼恭敬地应了一声 下去交代着 严主副手站在院中 看着天空之处 唇角微勾着 轻声低难着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而此时 那让严店的人 寻了一夜未果的凤酒 此时正灰头土脸地 爬上山坡 边走边看着前方的树林 他激动地大笑着 我终于爬出来了 笑声踩一落 脚下一个踩空 整个人直接滚了下去 一连从山坡顶 滚到山坡下 直接撞到一颗树干上后 才停了下来 那股疼意 让他闷哼了一声 倒在地上 半嗓 没能爬起来 直到 过了一会儿后 他轻呼出口气 仰躺在地上 看着天空 觉得自己 能从严店那地方 跑出来 还真是不容易 当他跑出严店的阵法后 才发现 外面三面环山 只有一面出路 而他想要逃走 自然不可能跑那条路 于是 他直接翻爬过了那座山 又经过了一夜 走过了近十几个阵法 和一个结界 才走到这里 好在 他被封印的旋理 他昨夜就用灵气冲开了 要不然 这会儿 估计被抓回去了 休息了一会儿 他便起身 朝周围看了看 凭着感觉 找了个方向 继续走着 打算出去后 先联系一下冷霜 免得他这么久 没他的消息 急坏了 只是 让他没想到的是 没搞清 现在自己所处的位置 以至于 接下来 遇到的一幕幕惊险 让他有些傻眼 如果此时的他是在高空 那定会看见 他此时所处的周围 方圆百里皆是一片森林 想走出去 每个七八天的 不用想了 独自一人走在林中 他左看看右瞧瞧 觉得这地方有些古怪 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一处地方 插着一只彩色小旗 每过一段路 就可出现一些阵法 有的阵法 还是有危险在里面 而有的 只是一些迷宗阵 奇怪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他边走 边呢喃着 突然间 看到前面有两名相扶着 气喘吁吁的青年 在一棵树下坐下 他眼睛一亮 快步走上前去 两位公子 请问一下 话还没说完 那两人在听到 他的声音后 几乎是连朝他看来 都没有 就迅速的窜起 往另一边跑了 他愣了一下 在这里面走了 大半天的 才遇见这么两人 怎么也不能 让他们跑了 于是 一边追着他们 一边喊着 喂 公子 你们别跑 我就是个温路的 然 他不喊还好 一喊 那两人跑得更快了 啊 搞什么呀 他皱着眉头 呼出口气 看着那两抹身影 也没紧追着 而是不紧不慢地 跟在他们身后 想着 跟着他们 怎么也能走出去吧 只是他不急 却急坏了 那两名青年男子 那人是哪一派的 怎么跟了我们 这么久还跟着 他到底想干嘛呀 一人跑得满头大汗 一脸的慌乱 回头看去时 见那身后 约三十米外 那红色身影 还慢悠悠地跟着 不由哭丧着一张脸 我跑不动了 死就死吧 另一名较胖的青年 说着 直接往地上移坐 瞪着那后面的 凤九喊着 你到底是哪一派的 跟了我们这么久 也够了 见他们不跑了 凤九便快步 走了上来 看着警戒的 两名青年 咧嘴一笑 道 我就是个问路的 你们跑什么跑呀 是什么 问路的 两人傻眼 用些错愕地 瞪着他 问什么路 难道你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什么地方 凤九疑惑地 看着他们 我就看到森林里 有彩色小旗 而且走了大半天 也没能走出去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听到这话 两人终于相信 他是问路的了 这时 两人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较胖一点的青年 瞪着他 语气带着不悦 道 我说兄弟 你也太不厚道了 问个路 你追我们追了大半天 还将我们吓得半死 呃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怎么见到我 拔腿就跑呀 他不解地问着 这里是历练场所 在这片森林之中 有三个门派 以及星云学院 历年所抓到的 一些恶徒和邪修 我们是归一门的修士 与其他几个门派 和星云学院的修士 一样进来历练的 那你们跑什么 凤九挑了下唇 这里竟是历练之地 难怪 他先前越过 那么多的阵法 还有那个防护姐姐 若不是他有空间宝物在身 估计也穿不过那个姐姐 还不是穷华派 那些该死的修士 居然起了抢掠杀人之心 那胖子气愤地说着 意念的怒意 我们师兄妹几人 本来是跟他们那一伙人 同行的 一路杀了不少的魔兽 和邪修恶徒 分道的东西也不少 可他们居然起了贪念 违反几个门派 和学院之间的约定 还说什么灭了口 就没人知道了 那些该死的混蛋 我出去了 一定要向师尊禀报 讨回公道 哦 凤九点了点头 表示了解 又问 那你们还没告诉我 应该怎么出去 想出去 没那么容易 两人颓废地说着 这里布下结界 外人根本进不来 这里面的 也出不去 声音一落 两人似乎反应过了一般 错愕地看向凤九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不是门派和学院的人 也不是邪修和恶徒 你是怎么进来的 凤九摸了摸下巴 想了想 瞥了两人一眼 道 其实 我跟你们说吧 我是星云学院的学员 只是不小心得罪了人 才被趁机打晕 丢了进来 所以 才连这里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 你是星云学院的学员 那瘦底的青年 面带怀疑地看着他 那你怎么没穿 星云学院的学服 他翻了个白眼 无语地说着 都说是大云被丢进来的 怎么可能还穿着学服 两人对星云学院里面的事情 也不是了解 听他这么说 再想这里面 布下结界 也不可能是外人闯得进来的 应该还真如指少年所说 他是得罪了人 被丢进来 于是 两人相视一眼 这才没再多问 胖子看了凤九一眼 道 要出去 得累计够了一千点经验值 我看你这样 估计是连经验玉牌都没有的 凤九可说就是睁眼瞎 对他们学院那门派的 那些还真不了解 因此 听了这么一说 不由好奇地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